有关于这个全球粮食供应的问题 在最近几年不仅我们在担忧这个中国会出现粮食危机 实际上呢还有一些问题是涉及到这个全球粮食价格的 小麦玉米大豆粮食通胀的警告灯全量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油价也在上涨 就是食用油 那么粮食危机和五种主要油料产品全部亮红灯 这就说明在供应上已经出现问题了 价格是决定因素 你能不能有足够的外汇来购买 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而中国在过去的几年中 它的外汇持有实际上是在下降的 订单减少了 直接的表现是中国的进口减少了 而出口其实也出了问题 那么你没有订单出口就会降低 然后你进口的减少是因为你手上缺乏足够的外汇 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粮食 有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计划 比如说战争 但是更大规模上显示了一点 原来认为中国粮食没有危机的人 今天可以放下这种链想 因为中国政府的做法实际上在告诉你 中国缺粮食 中国去年扫清了国际市场上 能够销售粮食的接近一半 而在过去的十年里 他们购买的仅仅是三分之一 这说明中国的粮食采购计划 已经出现了变化 而且这个世界上 鱼类的消费 中国是最大的买家 这个世界各个国家所打捞的鱼类 大概有45%是消往中国的 而中国的捕捞能力 据说 据推测 谁推测的 我看一下 世界银行的估计 到2030年 中国的捕捞总量占全球的37% 就是他自身的远洋捕捞业 将大规模的成长 其实我们之前 已知的这个数据中 有大规模捕捞远洋鱼业 的是苏联的远洋捕捞船队 但人们关注它是因为 北约和美国都在跟踪 他们的这个捕捞鱼船 因为这些渔船除了这个捞鱼 还搞监听 还输送一些物资 比如说运往古巴的导弹 都是由远洋捕捞船队完成的 所以西方人在 在关注中国远洋捕捞 这个大规模成长的过程中 自然就带入了原来对 苏联时代的一些警惕 就他认为你不仅是过度捕捞 而且有可能涉及到电子侦查 或者是物资的输送 就是实际上就是走私 主要还是针对这个人员走私 和就是特工方面的往来 和这个军用物资 输往国际限制的一些海域 这些海岸线所达到的国家 或者一些武装组织 但是现在因为 你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只能说在过度捕捞这个角度上 去进行更多的探索 那么中国的一些 海洋考察的一些船队 或者说单舰 在有一些国家 譬如在孟加拉 在靠近印度洋的这些国家 停靠补给 实际上都被认为是间谍船 那么中国在大规模的进口粮食 在买入 自己也在不停的进行捕捞 用这些海产品 来替代 自己所不能生产的这些份额 实际上大家应该知道 中国的粮食进口是非常大的 在中国内地被忌讳谈论的这个话题 是因为袁隆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 粮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率不能达到95%以上 粮食就不再安全 而今天的中国人 大多数是没有饿过肚子的 他们不知道在缺乏肉类 缺乏动物脂肪的连带 人们对米面的这种消耗 会比今天增加很多倍 我知道有很多人家 买个十公斤大米回家 即便是再贵的大米 回家以后都能吃个一个月 甚至更久 而原先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 大米一毛四一斤的时候 要粮票的 甚至你在上海去喝豆浆 还需要半两粮票 一碗豆浆半两粮票 我在全国可能除了上海 我就没见过半两 那么我们那个年代 一个人大概能拿到多少粮票呢 就是计划类的粮食 大概是多少呢 是28斤左右 体力劳动者会多一点 劳力劳动者会少一点 为什么要这样计划 计划外其实也能买到 就是无非就是所谓的 一家粮 是吧 一个人一个月吃28斤 你想 如果一家四口的话 一个月要吃多少斤粮食 那为什么今天你粮食吃的少了 是因为你吃到的这些鸡鸭鱼 这些肉类增加了 而中国每年在国际市场上 进口的400多万吨 肉制品中 其实真正买的是肉的 大概也就20万 20万吨 那么剩下来更多的是什么 是鸡头鸭爪 中国人在整个世界进行的这种采购 其实西方人是非常欢迎的 首先一个人家不吃动物的肋脏 西方国家绝大多数是不吃肋脏的 不是完全不吃 有的国家吃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讲 为什么 尤其像美国 是吧 在动物的养殖业中 它是可以添加瘦肉精的 因为肝肾是代谢的主要器官 而美国人是不吃类脏的 更不用说吃腰的 吃肝了 是吧 那这样的话 吃瘦肉精调节 这个 养殖业所需要的 猪肉流肉中的肥瘦比例 对它来说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操作 因为受到损伤的器官 是把它烘干了以后 打成骨粉 添加到饲料中 继续 作为养殖饲料用的 而中国人来了以后 这些肋脏 他们都买走了 包括鸡头鸭爪 是吧 买鱼也是 大多数西方人 只是看到一条条鱼 很漂亮 是吧 这个 很有感觉 但是你在购买的过程中 你买的是什么 是鱼肉 没有头 没有尾 没有中间的骨头 只有两片鱼肉 他要不说明一下 这是什么鱼 你还不知道这个鱼肉 是从哪来的 因为你分不清 外星已经没有了 你买虾的 即便你买波士顿龙虾 你在白人的超市里面 你买的都是那种尾巴 没有头 你只有在华人的 这些水族馆一样的 这个 售卖的超市中 你才能看到这个鱼肉 原来是这样的 它是活的 实际上我们已知的很多东西 在中国人的概念中 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到了西方 西方的养殖业者 或者是捕捞鱼的这些船队 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购买者的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边角料 都高价买走了 什么叫高价呢 你认为很便宜 其实对他们来说 只是打成骨粉的一些 饲料添加剂 那么他们根本就拿不到 相应的价格 那中国人如果真走了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伤害 这也就是我经常说的 在亚马逊的雨林中 你看到巴西 每年这个产生的山火 都比之前要高 百分之多少 每年都在增加 因为他们在不断的烧雨林 来腾出地来 种植玉米 然后养鸡 把鸡打团卖给中国 那我们看到的情况 其实是中国在囤积粮食 中国有足够的人口 而且与周边国家 没有特别好的关系 与西方国家几乎走在决裂的边缘 那他囤积粮食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这个年龄 或者比我大一点的人 都会想到毛时代提出的 深挖洞广积粮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